你 好了 我吃饱了 这都还没怎么吃 怎么就饱了 我又不是出 哪吃得有这么多啊 你可以走了 娘子怎么如此过回拆桥 这吃饱了一抹嘴 就不认得夫君了 这又不是我让你送来的 你自愿的 不用我 是吗 行了 行了 不管是不是 你走吧 走吧 我娘亲马上就回来了 不对 我娘亲早就应该回来了 是啊 早该回来了 一定是你 不让娘亲回来的 我 我自己来 怎么样 好吃吗 不好吃 不好吃 你 你 挺好吃的呀 楚修明 你 好热 好 你干吗 你 我太冷了 楚修明 你别乱动啊 我就这么瞅着景儿 绝不乱动 你 你 要来 给大家 吃饭 你 别乱动 给我 怎么 我都在这里好几日了 我娘亲都已经睡在偏房好几日了 你怎么可以对你丈母娘这样 那简然与我一起去偏房睡 不行 我要跟我娘亲睡 不行 我没有请人睡不着了 怎么这么无赖啊 你一个堂堂大将军 你没有公务要忙吗 你整人盯着我干什么呀 你整人盯着我干什么呀 不许跟着我 你整人盯着我干什么呀 别跟着我啊 显儿姐姐可真是好命啊 有将军这样体贴入微 细心呵护 姐姐准是被将军给惯坏了 若是换成我 肯定不会这样的 偷听别人说话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我是在这里等姐姐的 我一直很努力地想跟姐姐亲近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姐姐总是闭着我似的 那你该去问锦儿 来 人亲 我回来了 你回来得正好 赶紧走吧 我去哪儿啊 回你的将军府啊 差不多得了 一个大将军乘日住在这里 成什么体统 他倒是为了你不管不顾了 你呢 你总要顾全人家的名声呀 可是这也太着急了吧 好 马车已经在外面等了 你的将军也在外面等你呢 可是我总得先跟父王 还有母妃打个招呼 我已经都替你打过招呼了 走 娘亲 将军 我便把女儿交给你了 她若再顽恋 你告诉我 我收拾她 娘 闭嘴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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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若是想回来 父亲随时陪你回来 还不快扶我上马车 金姐姐 姐姐怎么走也不说一声呀 revive 威武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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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的事情 都是夫人做主 姐姐 我还没去过永宁伯府呢 改天 能去做客呢 不太方便吧 府里啊 已经没有什么下人了 再说 很多院子也疯了 去了也没什么可玩的 妹妹 只是想与姐姐亲近亲见 妹妹知道 原先在府中的时候 姐姐与妹妹的母亲 有些争执 但是说到底 我们都是父王的女儿呀 父王肯定也希望 我们能相亲相爱的 我跟你母亲又不熟 哪来什么争执啊 锦儿 好好说 别着急 我小时候呢 是被我母亲带大 长大之后呢 是被母妃带大 可许策妃啊 常年体弱多病 从来不去母妃的院中 我和她都没怎么见过 静妹妹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姐姐别生气 是妹妹唐突了 静妹妹 我可是说了什么重话 惹得你如此不是 是 妹妹只是想与姐姐 亲近亲近 姐姐何须如此 咄咄逼人呢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看来与夫人 还是多有嫌隙 夫人身为人解 还是要咄咄让让妹妹 谢谢将军 以后 有你在的地方 请恕我与夫人不会涉足 就算是在岳父府中 也请你回避 或者我与夫人回避 绝不同出一世 我知道了 以后啊 我都听夫君的 静妹妹 以后嫁去哪儿了 记得告诉我们 走 回家 你敢打他 小伯爷 记得这儿了 快点 你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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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结气了 夫人开心就好 这次表情不错 嗯 夫人教得好 是 哎 这么早听得到吗 应该可以吧 那不然是什么时候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有经验 我一直投一次 下次吧 下次就有经验了 真没言没笔 我再听听啊 好无聊 好无聊 站住 你干嘛去 我来找你 找我呀 找我 干嘛呀 你 千万别误会 我可不是来带你出去的 这又不是瑞王府 我要带你出去 交你会杀无赦的 我又没说让你带我出去 只要你不让我带你出去 你想干嘛任你吩咐 若若绝不推辞 你下去吧你 我是来找你有事的 什么事啊 又来了两个 什么两个 据说是你的七大姑和八大姨 我有这两个亲戚吗 你可要招待啊 反正仙之也是仙之 进去吧 慢点慢点 你慢点小姐 慢点 你听不懂啊 好久没见 好久没见 我们挺儿了 果然是比当姑娘时候 标致了 行说 真是咱们姑爷 伟高权重的 疼惜的大娘子 你啊 春风得意啊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家锦儿啊 在京城的布庄生意 那是风生水起 也没沾姑爷什么光啊 锦儿啊 自己在商界 那也是商界的诸葛 家财忘惯的是有的呀 大娘子 您是啊 女中豪杰 客气客气啊 那个 七大姑 八姨娘 二位也知道啊 我夫君呢 平时有公务要忙 那将军府呢 都属一个人打理 再说 我这个生意啊 这个也是千头万绪 忙得很 我就不陪二位喝茶了 七大姑 八大姨 我们家将军吩咐了 小姐有孕 旁人不让姐姐 敢巧 敢巧了 我就是来给大娘子 分担忧愁来了 就是 我又正事要跟你商议呢 合适 这个事吧 她就是 大娘子啊 你看 知道您贵人事多 这将军府上上下下 那么大一个宅子 也都仰仗着大娘子您呢 是是是 这话说回来了 这一个好汉三个包 即便你有通天的本事 不也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不是 更何况啊 您现在还怀有身孕 要是真累着大娘子您啊 大将军会怪罪的 是是是啊 现在啊 正是给将军收田房的好时候 一来啊 可以帮助大娘子您 打点打点生意 和府上的家事 二来啊 可以给将军开枝散叶呀 这是您嫁给大将军 做大娘子的最大功德 那将军呢 也会夸您贤良淑德的 两个老婆子正在给嫂子灌迷婚汤呢 说要给兄长你塞田房 入小妾 怎么说 的确是一水的如画似于大姑娘 我是问你嫂嫂怎么说 她可是暴跳如雷 要将别人打出去 那倒没有 嗯 嫂嫂甚是平静 和颜悦色的 哦 那估计是有人要到大妹了 哦 自顾难让 都是三 哎呀 这自顾难认 哎呀 自顾难认 都是三妻四妾 更何况啊 咱这还是一等一的大将军呢 与其便宜了那些虎视眈眈的外家姑娘 不如啊 咱亲上加亲 你收了自己人入门 这是你的堂妹小青 大娘子 您不如把她收了 给将军做二房吧 小青见过姐姐 大娘子啊 哎呀 八大姨 八大姨 您会得一碗水端平啊 不能亏了自家的妹妹 你看 这是你的亲表妹小白 您一起收了吧 啊 啊 多乖巧啊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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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吧 哎呀 啊 美人送五两银子 拿钱走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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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啊 这 这 姐姐 妹妹一定会照顾好姐姐和将军 您不用感激我 那 不如每人 在天眼浪银子 就当是啊 将军府送给你们的嫁妆 两位这么清新可人啊 不出嫁不出去的 妹妹只愿在姐姐身边伺候 绝不会打扰 没有伺候我 我有人伺候 大娘子 您就当可怜可怜小青吧 她爹死得早 瞧这可怜家的 那 不如 送小青去学习手艺 家里靠不住啊 总是要靠自己的 乐乐 那小青的银子就不用拿了 反正又不抽嫁人 要什么嫁妆 小姐说的是 秦表妹也想学习手艺 那夫人我就不送了 各位这边请 这 这边请 走 走 怎么样 还无聊吗 不如我去送送他们呀 回来 小姐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慢点走 你 你 你该不会 对 老规矩 这可不行 这墙啊 是我自己翻的 跟你没关系啊 你就当没看见就行了 不行小姐 你现在身子重 这一旦又 转过去 我不 转过去 转过去 小姐 小姐 你 你是出去了 可遭殃的是我呀 不管我有没有参与 你爬墙出去这件事情 只要你出去了 将军肯定要怪罪我 他要是说 杀了肉肉 我该怎么办呀 肉肉 你是等将军回来杀你呢 还是我现在就杀你 那你现在就杀了我吧 行 那等将军回来啊 我这肚子里的孩子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就告诉他 是你没照顾好我 你怎么能做出 这样的事情来呢 喂 你小心点啊 我这条小命 可就在你的鲜鲜玉角上了 别废话 你这最近沉了不少啊 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我这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来了 大姐时间 我来了 小小 再高点啊 还要再高点啊 你二人做什么呢 将军 小姐 我不是故意的 将军 我是被他威胁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锦儿怎如此不小心 这万一有什么闪失可怎么办 没事的 我 我过去长爬前 我 功夫了得 这今时不同往日了 要处处小心才是 知道了吗 嗯 我 我就是 想出去转着啊 我太懵了 那等锦儿生产完毕 夫君 带你游身玩水 走遍大家南北可好 真的 夫君何时骗过你啊 夫君从来没有骗过锦儿 那锦儿也没有骗过夫君啊 好 那为夫 现在就送我娘子回房 嗯 来人 从今以后 腹伤不得出现 容易让夫人受伤的物品 还有这个床 以后也要铺得柔软一些 是 是 还有 我吩咐的补品 准备好了吗 已经按照将军的吩咐 给夫人备下了 嗯 去吧 是 夫君 你 锦儿哪有那么娇气啊 锦儿 你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子 唉 这府内送的礼啊 锦儿吃都吃不完了 你就不要再行尸动众地 为锦儿准备了好吗 锦儿 虽然你已经放下了 部装的生意 但 若是有任何的需求 都要乖乖地告诉本将军 你要相信我 夫君 会好好找过你的 随便 夫君 乖 麻烦母亲了 将军客气了 我还得感谢将军才是 母亲往后 叫我修名便好 娘亲 娘亲 都是当娘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小孩子去啊 夫人如此 那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苛代夫人 我本来就说要去接娘亲的 嗯 就是这个 非要让我在这里等着娘亲 你现在呀 还怀着身孕呢 身子重 不可以乱来 不碍事的娘亲 母亲 我家中五长辈 还请母亲 多留几日吧 多谢将军 那我就厚颜 多讨着几日了 带母亲回房休息 是 那我先过去了啊 过会儿看你 好好的啊 放心吧 娘亲 谢谢父亲 对我真好 钦儿开心就好 对了 钦儿 我可能要出一趟远门 那你要平安回来哦 当然 那 可不可以不去啊 当然不行 那 那我可以一起去吗 我 我 那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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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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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夫君 我定会平安归来 你想啊 边塞路途遥远 你这身子 经不起折腾的 可是我好想小丛青秋他们 还有边塞那些好吃的 最近我不知道是怎么了 总是特别难过 可能是因为怀了孕的原因 情绪会有所波动 毕竟你都是要当母亲的人了 其实父亲出去 我应该高兴才是 是不是因为没人管你了 可是我现在好难过呀 夫君 你别太早回来啊 夫君我还想咬你一口 是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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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怎么了 杨夕 我夫君呢 女婿进宫了呀 我还以为她不告而别了呢 怎么可能 傻孩子 杀死我了 快去洗漱吧 走 永宁婆此次再反边关 望马到成功了 是 皇上 国库空虚啊 前段时日边塞解困后 送与边塞的那些资众 都以是勉励而为 如今实在是拿不出多少了 那还能拿出多少 除了送去蜀中赈灾之用的 确无多少 这难不成 是让士兵们去饿着肚子打仗 只是一群落网之鱼而已啊 况且 编赛还有副将助手 微臣倒觉得 无需永宁婆前往 若是宫中派人平寇 那倒显得朝廷太过于重视了 难免有大惊小怪之险 且国库空虚 消耗不起啊 永宁婆意想如何 臣曾皇上 二十八年 夫君 你一定要早去早回 夫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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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将军 是不是很心猛 锦儿 二 三 四 四 好 将军 将军 就你一个人回来吗 怎么 难道 本将军还要从京城带兵回来给你清剿殷作 还是说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我们楚家军已经远不如从前了 那自然不是 那就赶紧把军情告诉我 我好制定作战计划 是 开始呢只是一小股 英族叛军力量 力量极小 但近几日 几股势力融合 各路散兵游泳 不断地加入 势力大走 英族手里那位怎么样 此次正是玛雅公主前来寻求帮助 说 叛军的目标就是夺取英族政权 对了 玛雅公主还派人来询问 夫人是否回来了 是公主想知道 还是你想知道 自然是公主想知道了 其实我们也挺想念夫人的 夫人怀有身孕 不利远行 剩下孩子便会回来 真的 那先恭喜将军了 总算能跟小葱有个交代了 小葱 我先去把夫人有孕的消息 告诉大家 让大家也高兴高兴 高兴高兴 高兴高兴 自从你游戏以来啊 这瑞王府上下 加上朝内的达官贵族 再加上这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都快挤破了门来道贺了 咱们家将军啊就是有面子 这些势力 还不是看我如今是永宁博大将军夫人啊 个个都来叛秦占便宜 那小当年我跟我娘落魄的时候 也没见他们接起过一根针呢 说得倒是 不装这几日生意怎么样了 我派人盯着了 你要不放心 我便亲自去看看 我们去看看吧 你想太多了 将军可说了啊 他的夫人得在府内好生照顾 你要偷跑出去 你没事 我可就遭殃了 将军又不在府里 你就该听我的呀 小叔你是哪边的丫头啊 你怎么像是大魔王说话了 谁让我活灭我就是谁的丫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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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姐姐 恭喜姐姐新店开张 父王特地让我们带着贺礼 前来祝贺 今日你们若再也是 估计将军回来 你们就是无碧之人 锦妹妹 无一言未发 并没有得罪你 怎么样才算得罪啊 你们的心意我收下了 这贺礼啊 就算了 我这肚子里将军的孩子若出世 庞人不知的 还以为是这礼出的问题 你个神姐 不收便罢 要不是父王的面子 我才不会过来呢 我们走 你看 多便宜 颜色还好 这个小丫头 急着不见张本事了 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找他算账 我神子主动求和 他竟然还嘲讽我 子姐姐 没想到 这神锦还真的飞上枝头变了凤凰 京城内的文物百官 现在谁不将他视为双双鞭 各个府里的大娘子 都争着抢着给他送请帖 请他入府复宴呢 你说 这楚修明 也果然是有些本事 不光战功赫赫 不出数月 竟也能让文官们赞不绝口 当真成了京城一等一的红人 京城红人有什么了不起 看他能神起多久 姐姐 我听说 神锦新开的布庄 也是日晋斗金 上市的布料 不到五十遍一巧而空 连外郡县想买的人 都源源不断 虽说 都是瑞王府的姑娘 但能嫁入将军府 还能靠自个儿挣银两 我呀 倒还真有点羡慕这个丫头呢 有什么好羡慕的 姐姐 咱们都未嫁人 可谁不知道 倘若自己要是在夫家 只是个坐痴山空 靠嫁妆过活的大娘子 万事 还是要我看夫君脸色的 那也不是什么好滋味吧 怎么 连你也笑话我嫁不出去 姐姐这是哪儿的话 说起这事 我是要为姐姐打抱不平的 论起来 当年这桩婚事 好像是子姐姐的吧 倒是阴差阳错 让神锦占了姐姐的位置 得了这天大的便宜 这楚修明明明就应该是 姐姐的夫君 这大将军夫人的位置 也本来就该是子姐姐的 若是今日 这大将军夫人是子姐姐 哪儿还轮得到神锦什么事 怕是连将军 也要给姐姐三分颜面吧 这大将军夫人 这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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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娶妻都是那么的颇有成福啊 这小两口 一个是掌握军权 一个是掌握财权 微臣以为 他们不会是准备从皇上手里 夺了天下吧 爱卿多利了 这布庄能挣多少钱呢 皇上 这布庄生意可不是小本买卖 宫中布皮采购 都是从这锦绣华章布庄所进 宫内所有布料 都是将军夫人家的 还有此事 这永宁博取的小娘子 生意上做得是风生水迹 白花花的银子 也都进了将军府 有朝一日 若是招兵买马 岂不是更方便 皇上 臣以为 这个女人 也是有问题的 神谨乃瑞王府二郡主 这婚还是朕所赐 朕也有些时日没见瑞王了 李公公 在 明日朕宴请瑞王 及其家眷 贺喜将军夫人有喜 是 不许远连皇上都特意为神进庆 让这王府上下一起陪同出席宴席呢 可真厉害 还不是因为是将军夫人 还不是因为是将军夫人 若是个府上的小郡主 谁把她放在眼里 也是 不过 今日 皇上若是特意为姐姐召开盛宴 这朝中上下 谁还不来拔借姐姐 错就错在 当时是神井顶替姐姐上的花椒 我本来就是将军夫人 要不是因为大家说恶魔将军恶魔将军 哪能有他的份啊 姐姐 现在也不晚啊 若是皇上知道 神井当时是故意顶替你上的花椒 这可是欺君的罪 还不得扒了这丫头的皮 神井故意顶替我 你想啊 除了瑞王府上下 谁知道神井当时是怎么上的花椒啊 而且 父王宠爱你 肯定会护着姐姐 到时候你就成了将军夫人 对啊 昨天我听母亲说了胆翘之事 我是真没想到 神子这丫头能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来 我心里也很是生气 你说都是四家姐妹 总是枪来刀往的 你真是丢着瑞王府的脸 要说丢人 那自然是洗脚奴的女儿最是不知羞耻 你说话过分了啊 我过分 因为你 我莫名其妙被父王责骂 我主动跟你求和你还羞辱我 你神井真是好算计 妹妹 咱们能不在外面丢人吗 你说话就说话 别牵扯我娘亲 家人之前不就是我禁旁的一只哈巴狗 现在成了将军夫人 尾巴都摇起来了 真是像极了那个洗脚奴 你打我 都别闹了行不行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你 妹妹你莫要生气了 现在你可是有身孕之人 大姐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你说将来我们的孩子 就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就让他俩成亲好不好 这样子我们两姐妹 就是亲上加亲了 大姐 我觉得呀 这人生最无力的时候 就是没有选择的时候 我的孩子呢 虽然没有办法选择 愿不愿意出生在这儿 但是我作为母亲 我唯一能做的 除了竭力护她周全之外 就是给她一个 可以自己选择的人生 毕竟 不是人人都像你我一样 在婚园上有这般福气啊 你看 这样合适吧 妹妹说得对 那这样 怎么样 若是他们两个情投意合 就让他们在一起 若不是 就不勉强 我觉得啊 就像姐姐有这么多妹妹 唯独最宠物 这就是缘分啊 孩子们啊 自有孩子们的缘分 就你小嘴最甜 参见皇上 免礼吧 谢皇上 今日 边关传了喜讯 永宁伯扫除了英族叛军 古人云 加合万事兴 只有家眷和睦了 将士们在外报效朝廷的时候 才能更加尽心尽力啊 为了彰显朝廷的恩责仁慈 封 瑞王府二郡主 永宁伯 楚修明的夫人 为告命夫人 看来我们瑞王府 又多了一位告命夫人 谢皇上 臣父谢过皇上 陛下 凤我不可 皇上在上 岂容你放肆 神锦是替嫁之身 他不配当告命夫人 住口 抬不下去 他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指婚之人 别说了 皇上 微臣家教不严 让他说 皇上 让我说 禀告皇上 当年圣旨指婚的 是瑞王府的二小姐 我才是瑞王府的二小姐 神锦为了骗取将军夫人的位置 申计了替嫁 骗取了这门婚事 请陛下明察 至罪这个偷颅转奉的丫头 七军网上之罪 好大的胆 给朕 彻查此事 皇上有旨 替嫁之事 弃君之罪难逃 念瑞王本事中心 从轻发落 此罪可免 我罪难逃 府内一干人等 收押入狱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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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瑞王庶女神锦 违抗圣旨 替嫁入将军府 欺君网上 收押入狱 钦此 你们不能抓小姐 住住 屁股闹 走 走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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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不能让他们带走你 你放心 有将军在 我会没事的 不 若若 你的丫鬟七身 一直在你床底下放着呢 我本来是想 等你跟素素成亲之后 我再拿给你 当做贺礼 小姐 若若 你会不会 对素素好点 如果我没回来 那就是你唯一的口善了 夫人 走吧 小姐 小雪 你多收拾一点 我要在府中多住些日子 嗯 父母被关了 我必须要回去 府中不能乱 我陪你 世子 夫人喊您过去一趟 我知道了 你先收拾站 我去一趟 马上回来 你先收拾站 小雪 小雪 你不用收拾了 你就把我家中的银票 还有房契地契都拿上 我们走吧 小姐 要不 我们稍微等等世子爷 不用等了 去吧 少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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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身体不适 留了世子爷在身边伺候 夫人知道 少夫人要回娘家 疼让奴婢带来了些银两 替我谢永乐侯夫人 赏你了 老一哥 也行 老一哥 真棒 蛋 我 啊 那 小姐 世子爷来了 为何不等我 皇上至罪储修明夫人 瑞王府上下都被关了起来 依照他的心情 必然袒护 到时知储修明一个偏袒罪犯之罪 卫尔 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一开始 是 是性有问题吗 那你是如何知道的 因为我夫君啊 才不会这样呢 情况如何 将军 瑞王府上下全被关在大牢 都关在一起 你 速走背马 本将军要火速回见 是 是 臭丫头 瑞王府落得如此下场 全都是你所害 你一个人该死 为何偷全府人下水 莫朝 回去休息 娘亲 都说我不好 连累了大家 我锦儿合作之友 我锦儿本就不愿意远嫁 是他们苦心算计 我锦儿又有合作 只是 苦了我锦儿 我受苦没事 就怕苦了肚里的孩子 娘亲 你别担心 将军知道了 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将军定会有法子的 如果没有 你别担心 你别担心 还只为你担心 你忽然也能担心 你担心 gerekiyor 你担心 我担心 不能我担心 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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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 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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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他去死 那都不是我的真心话 我现在 我恨不得在牢里的人是我 若若 你放心 锦衍的事情我一定尽力而为 将军马上就要回来了 再过几天 锦衍也会出来的 你不能骗我 我何时骗过你啊 将军 将军 此事我也知晓 我要见我夫人 将军 皇上已下令 任何人都不能见啊 我必须要见我夫人 良好 孩子 娘亲最近没给你吃好吃的 但是你一定要撑住啊 等出去 娘亲一定给你吃好吃的 清海 你说哭吗 夫君为什么这么吃菜了 都归我不好 夫君来晚了 锦儿日日都想着夫君 锦儿在这儿吃得好睡得也好 夫君不要担心 锦儿不怕 有我在 我会向皇上求情的 锦儿不怕 有夫君在 我什么都不怕 这辈子 锦儿能驾驭夫君 是我做过最好的一件事 夫君待我好 宠爱我 事事都已 锦儿永远记在心里 锦儿莫说此话 本将军 你一定求得皇上赦免 再给我几日时间好吗 不管过多久我都会疼你 夫君一定要记得 若是皇上不答应 夫君万万不可以得罪皇上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照顾好修人 锦儿 我许你还是什么 永伴此生 我今生 只要你一人 不管用什么法子 我都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你忘了吗 我们还要和我们的儿子 回到在外生活 将军 有人来了 夫君快走 锦儿 快走 快走 锦儿 快走 锦儿 锦儿 我 将军 我今天见朝中大臣 在皇上面前 故意提起将军之事 皇上震怒 此番将军擅自回京 即便失去求情 也无用啊 我这私下打听了一番 现在朝中大臣 都因将军之事幸灾乐祸 将军不宜有大驱动啊 锦儿已在狱中受苦多日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将军 千万不可冲动行事啊 我若是冲动 我刚才就已经把锦儿带走了 我要去见皇上 皇上不会见你的 就算没有抓到将军 皇上知道消息之后 我一定会知道是将军所为 有一个人可以帮我 夫人是我小妹 我自当帮忙啊 但将军此前受皇上不少恩宠 这朝野上下 妒忌之人众多 现如今 更有不少等着落井下石之人 我若此刻出面 怕将军会更糟是非 何不改日等皇上消了气 我再出面求情 岂不更好啊 等不了改日了 秦大人帮我敬皇上 楚秀明谢过大人 好好好 为了小妹啊 我就拼上一把 谢大人 不谢 请皇上放了锦儿 欺君之罪 如何能放 永宁波 以擅自回京也就罢了 这件事 也不要管了 锦儿是微臣的夫人 我如何能不管 你想如何 只要皇上放了锦儿 臣愿一力承担所有罪责 你在逼朕 别以为朕不敢惩罚你 微臣不敢 不敢还不退下 皇上要如何发锦儿 朕要如何 还轮不到你来过问 楚秀明 不要为了区区一个女人 而主了你楚家 几十年的声誉 将军 将军 皇上肯发人吗 那将军大算如何 有件事 需要二位帮忙 快走 快走 锦儿 锦儿 我带你走 傅俊 傅俊恶恶不可 你若是劫月 那必是死罪 莫要多言 速速与我离开 干什么 锦儿 傅俊我不能跟你走 我若跟你走了 不仅会连累你 还会连累整个瑞王府 锦儿 走吧 锦儿快走 娘求你了 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 你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考虑一下 锦儿 走吧 将军 带锦儿走 好 锦儿 走 我不能走 快走 来人哪 快来人哪 有人接住了 别吵了 别吵了 将军 走 走 走 来人哪 有人劫狱了 闭嘴 今夜之事 谁也不准说出去 谁若敢透露半个字 今后 你不再是我瑞王府的人 知道了吗 听懂了吗 这边 站住 快 站住 姐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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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哥 嫂嫂 夫君 皇上 皇上定会查明此事是你所为 我还是回去吧 我不能再连累你了 锦儿 相信我 我有办法 再过一个时辰天便亮了 我送你们出城 若南在城外接影 那你们先走 我回去打听金光 走 不是 你快躲起来 有心绿 行 Safe 救命 你 没什么 你们先走 我掩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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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君 夫君 你这伤没事吧 没事 夫人 这是怎么了 我没事 我就是受到惊吓 毒醉点不湿 别怕 我现在送你出城 站住 停 走吧 走吧 走 站住 放行 走 你这手臂 怎么回事 大人 小的刚刚搬运货物 可能在什么地方 蹭上了颜色 大人不必有心 走 走 昨日逃犯还未有线索 你们守城怎可如此散敗 楚大人 城门封得很严 逃犯肯定出不了城 仔细检查今日出城百姓 是 接受 是 站住 将军 锦儿 锦儿 赶快下来吧 来 小心 来 没事了 夫妻 你们可算拼人出城了 我都差点想去找你们 既然身体虚弱 需要赶紧找大夫 我们赶紧出发吧 我村上里的劲 有董医术的花大爷 不如直接回村吧 回村 去你村落 我晚不可 村落是你苦心守护之地 我们若是过去 很有可能受到牵连 秀远 你安排之处需要多远 还有两个时辰 我怕 嫂嫂撑不住 都这时候了 还有什么比锦儿身体更重要的 别耽误时间了 赶紧跟我走吧 大哥 若南那边的村落偏僻 而且很难被发现 不如我们先过去 对啊 若南 村落对你来说意义非凡 今日你为了救我 要冒这么大的险 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锦儿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 我们不是早就二合一 是一家人了 和家人 无需客气 今日之来 我神情感激不尽 那就劳烦若南娘走了 咱们赶紧走吧 别耽误时间了 走 小心啊 我现在带锦儿到我住的那间屋子去 我跟你一起去 你们还是回避一下吧 花大爷性格比较孤僻 她是一个聋哑人 之前一场火灾还毁了戎 所以一直很少见陌生人 简儿交给我 你大可放心 哥 你不太了解这村子里的人 不过你放心 若南娘子一定会好好安置嫂嫂的 虎子 去找一下花大爷 让他赶紧去我那儿 好的 那儿 也不错 你看 如果那儿是我的 我觉得你也是 你也没有 surge 跟你一起去 房子 我就不要吃了 没事的 花大爷说 你只是受了惊吓 一会儿抓起方胺胎药 吃下就行了 好痒痒 以后娘亲一定会保护好你 这个村落 就是若男为了收容那些 残疾 没有亲人 无家可归的人修建的 没想到 若男才是真真正正 顶天立地的女装豪杰 你我虽身经百战 却也比不过这个真正的英雄 我为我之前 对若男的无礼 深感内疚 也想跟你说声抱歉 哥 都过去的事了 目要再提 况且也是因为之前的事 若男才真正接受了我 不提也罢 这次 真的好好谢谢你们 帮我救出情儿 哪有那么多好谢的 都是一家人 你就让嫂嫂在这里好好休养吧 此处 来去山路崎岖 这村落也算是隐蔽 又若难照顾 我也算是放心了 下部计划如何 袭击我们之人 卫穿官府 且在那么短的时间 可以跟上我们 必定早有准备 只是 他们刀刀对准锦儿 我还没搞清楚 为何他们想杀锦儿 他们的目标 怎么会是草草呢 也许有人 在暗中谋化些什么 皇上应该很快就会知道 这事是你所为 必定大怒 等嫂嫂身体好转一些 不如你带嫂嫂先避震风头 我楚修明 从不做逃兵 更何况 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 皇上想抓 便也不得一刻安宁 我承诺过锦儿 给他安定的生活 而且 我若是逃走了 将军府 瑞王府 包括你 都会受到亲礼 你不走 难道还想回城 让皇上直接抓捕你治罪 秀苑 我自有打算 你帮我好好办好事 护好之存落即可 有没有 臭 秀苑 给你们先帮着 每个皇上都被克服了 我以后要去 您否则 如果跟址 打草惊蛇 叔叔 退下吧 是 看来这杀妻逼楚修明造反的计划 没那么容易啊 这人 哼 到底从哪儿了 天心 谢谢 你们在这儿啊 我夫人如何了 花大爷说了 姐儿没什么大事 只是受了惊吓 喝几夫汗胎药就没事了 那便好 好 那我去看看秦儿 快去吧 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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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好些了吗 你可是我娘亲和父王怎么样了 如若皇上一怒之下满门超斩了怎么办 放心 他们没找到你 不会随意处置瑞王府上下 况且 瑞王是皇亲国妻 咱可随意处置 不如 你带我去见皇上吧 我亲自跟皇上请罪 我就说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你可牺牲我一个人 我也不可以连累我父王 我娘亲 还有你 尽兄弟 了 秦儿 你相信夫君吗 那就好好在这里修养 外面的一切 交给我 这屋里太闷了 我带你出去走走 好 在边关才能有这般亲戚 好久未归啊 不知青秋夷 小葱 豹子桃他们如何了 锦儿若是想念他们了 但身体好了 我们便回去 夫君可还记得 我们初次见面时 你穿着黄金盔甲 戴着面具 驰骋战场 击败敌军 当然记得 我还记得 那日我把你独自一人丢在了荒地上 我从未告诉过你 那时 你骑着马冲来 救我于危难 那刻的你 无比的应勇 无比的让我心动 竟然从那时起 便爱上了夫君我 我入府之后 四处打闹 跑跑 大闹将军府 更是去军营 差点闯下大火 那段日子啊 虽然每日都很不安稳 但现在想起来 如此美好 那日子 那日在军营你失踪 我找遍了整个将军府 整个军营 都找不到你 我害怕 我再也见不到我的锦儿了 那日我发誓 找到锦儿后 便要永远留她在我身边 爱护她 保护她 至死不渝 但那日 却是锦儿最幸福的日子 因为我终于知道了 夫君的心意 我真的好希望 我们没有回来 一直生活在宾馆 只有我们两个人 锦儿 我置你不安 但你要相信夫君 我定会护你全家周全 我既取下承诺 便一定会心生 等所有事情都结束 我们就回到宾馆 跟我们的孩儿一起 过我们的生活 走吧 爱夫人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你 味道有点相似 我上次也来这里找过这个 不过花期已经过了 就没有见到 夫人见过此物 是什么 不知道 夫君为何对此物如此感兴趣 此物 可能和八王爷有关 去问问若南姐姐吧 她也许知道 若南姐姐 你可还记得 那日孩子送过来的盆栽 我还特意来这里找过的 我记得 怎么了 我看草地上 有修理过的痕迹 平日是有人打理吗 这村里的花花草草 都是花大爷打理的 这样 我们去问问她吧 怎么样 花大爷说什么了 刚才你拿给我的 就是这一株植物 叫不死鸟 不死鸟 不死鸟 不知道跟鹰族的天灯笼 是不是同一种 天灯笼 我们之前押标期鹰族的时候 曾经听说过这个东西 将军为何打听这个 好奇问问 将军若想知道 我托人问问便可 我们之前 经常去那边押标 那劳烦你了 不客气 姐儿妹妹 你也累了吧 我带你回去休息吧 回去了 走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谷所 心上的图案都一致 用这些线索 找到了霸王营 九公主胭脂扣那句诗 算是一碗 让我打开了霸王营 随后 找到了卢依的线索花粉 花粉 是英族之物 但如今这不死鸟双是同一种花 这一切 都跟这个知情人有关 此人煞费苦心通过芮王妇 将这些消息传递给我 但又不主动找我 究竟是何原因 芮王妇和霸王妇关系密切 这个知情人一定是知道这事 才联系芮王妇 难道是霸王妇还有人活着 这人究竟在哪 是 是 将军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秀幽让布庄的人带了消息 城内安全 好 知道了 这段时间 辛苦让奶娘子照顾锦儿了 放心 锦儿她是我的好友 我必当好好照顾她 早些歇息 皇上 从昨晚到现在 翻遍了整个京城 都未找到神锦 出了一个地方 何地啊 将军府 神锦被人救走 虽无人看到 究竟是何人所干 但楚将军是最关心此事之人 竟然一天都没有动静 你怀疑是他救的人 为臣不敢 不过 要找到这逃犯 不如搜查下将军府 若楚将军都失踪 他们可能已经 双双逃出城了 你即刻带人 搜查将军府 领旨 我估计你 你即刻看 我说是乱 赢人 你不在乎 我还不俩 也不错 我还不在乱 你以为你不在乱 绝乱 你也不在乱 你俩你以为你以为真是 气死人了 开门 快 行 每个房间角落都给我仔细搜 是 大人 这可是将军府 何人敢搜查 皇上口谕 搜查将军府 请楚将军初来接旨 将军生病了 在屋内休息 将军夫人失踪 楚将军还有闲情歇息呀 看样子 还是我亲自去请楚将军的 不行 将军吩咐了 任何人都不许打扰 大人 大人 你不能进 将军吩咐了 任何人都不许打扰 大人 你不能进 是楚将军不在府上吧 自然不是了 只是 这是将军的卧疾 没有将军的允许 谁都不能进 刘大人 何事啊 楚将军 皇上口谕搜查将军府 有 难不成 皇上是怕我救了夫人 还是你 再给皇上敬言 故意找我麻烦 楚将军 皇上之意 是别人可以左右的吗 可可可不得 可可可 靓儿妹妹 你也累了吧 我带你回去休息吧 走 去吧 皇上口谕搜查将军府 难不成 皇上是怕我救了夫人 还是你 在给皇上禁言 故意找我麻烦 楚将军 皇上旨意 是别人可以左右的吗 报告大人 没有搜到 楚将军 叶已深 还请将军早些歇息 撤 是 小姐 安全便可 我这一整日啊 都提着心 生怕传来什么坏消息 素素 你以后有什么消息 就早些传回府里 近日幸好将军回来得早 不然真出事了 我知道了 柔柔 我一定记在心里 及时通知 嗯 将军 你去看小姐的时候 也把我带上吧 至少我能照顾小姐呀 这刘大人 一直在皇上面前缠媚 他一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好好治我 这府内上下 肯定早就被别人盯上了 柔柔 你还是留在府中 掩人耳目为好 嗯 将军说得对 柔柔 你不要随意走动 待在此处更为稳妥 嗯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小姐的安全 那我便留在府中 替将军和小姐 看守好将军府 你醒了 来 刚好药煮好了 来 慢点慢点 趁热喝了吧 将军人呢 修园打探到城内已安全 将军便回去了 你放心 我来照顾你 来 也不知道娘亲现在怎么样了 我让修园去打听了 你想啊 将军既然能回城 说明娘亲暂时没有事情 你呀 就好好把身体先养好 再去想其他事情 嗯 你如果还担心的话 那我就亲自帮你去看 夫君既说 让我相信他 那我自然会相信他 他一定能救出我娘亲 和瑞王府的人 来 快喝了吧 这都一个时辰了 人怎么还没来 快去看一下 是 大人今日不过来了 让刘大人安纳日 讨论的计划行事便可 终于轮到重头戏了 哥 调查得如何 我昨夜寻了一晚 都未发现那日的黑衣人 看来对方很警惕 这霸王院内的东西 和这个是一样的 还未完全确定 若男娘子说 帮我打听一下 这么说 我父王的死因有线索了 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急不得 我今夕不会出场 你守护好夫人和若男娘子 村落切记不能被别人发现 大哥你放心 我必收好他们 没有看到人 没有看到人 你去整理些衣物 给你嫂嫂送去 好 我等会儿就出发 快去吧 快去吧 大哥为何不把心条内容告诉我 难道有危险 你怎么办 刘大人 楚将军 刘大人 有何话 要用此种方式传达 此地说话不便 请将军随我到一个安静之处 此地无人 就在此说吧 难不成 刘大人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今日来找你 就是想告诉将军一些事情的真相 什么真相 皇上派我彻查将军救人之事 若寻得证据便立刻缉拿将军处死夫人 若寻不到证据 也要制造证据将将军拿下 刘大人今日说此番话 挑拨我和皇上的关系 是何一样 楚将军常年驻守边关 对朝廷之始知之甚少 你我 可从来不是敌人 我若有得罪将军之处 也是被逼无奈 刘大人 若是你今日只想说此番话 那我还有事 告辞 你已无退路了 楚将军 只要我一声令下 便可将将军以劫狱 训私枉法缉拿 不要说你夫人 你的脑袋也不跑 皇上下了决心对付将军 我可帮将军 渡过此劫 刘大人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敢对抗当今圣上 我楚修明 何德何能劳烦大人替我做此事啊 霸王 想必将军也听闻过当年之事 众所周知 霸王将是未来天子 但一场大火将霸王府烧个精光 霸王一丧生火海 当今圣上才得以上位 皇上这个位置一直以来都明不正言不顺 霸王府为何遭灾 也疑点重重 你的意思 皇上放了那把火 将军 我当官二十年载有余 霸王提拔我 我才有幸进入朝廷 但当初我乃芝麻小官 实在无法替霸王平反 刘大人 你今日来找我 到底是何意 霸王与楚家关系向来甚好 如今皇上又有意为难将军 我作为霸王曾经的手下 害怕将军落得跟霸王一样的下场 如将军与我联手 我替霸王平反 将军则保家人平安 我只想保我家人 并无心于朝政 况且 刘大人 你这是造反哪 将军镇守边关 功高盖主 皇上想尽方法 置将军于死地 你还有愚重 最后只会落得个 灭九族之灾 皇上打定主意 置将军于死地 若将军想保家人 不如接受我的建议 皇上 baptist 皇上 皇上 没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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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法相信 我要见到其他人才能确认 这好吧 我可做安排 让将军知道我们的诚意 好 大哥 修远 你怎还未去村落 你要接受刘大人的意见 你跟踪我 大哥 刘大人狡诈 切勿中他之计 修远 你可想查清巴王死亡之意 我是想查清巴王死意 但绝不可用这种方法 巴王之事 现在终于有了眉目 刘大人自称是巴王之人 我不能在此刻放手 大哥 切勿中旁人圈套 做无把握之事 此事我绝不同意 不用再讲 你替我照顾好夫人即可 走吧 大哥 快去 不会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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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谢谢您一直帮我熬药 我忘了您听不见了 谢谢 这药好苦啊 我这都喝了好几天了 不过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我一定要全部喝掉 谢谢 好漂亮的花 娘亲 不知道你今日过得好不好 不知父亲会成如何了 娘老了 娘只希望你 我再过来 没想到还是 我摆住 你 别碾住 我 面前的 就 欺求和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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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人怎么样了 夫君好不好 瑞王府暂时不会有事 只是一时半会儿见不到 对了 大哥让我带来一些这边稀缺的药材 这是热肉整理的衣物 嫂嫂还需要什么 尽管跟我说 秋元 你脸色怎么那么差 昨晚没睡好 没事 你要有事 千万不能瞒我 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们不能彼此隐瞒 既然瑞王府没事 那是将军出事了 皇上缉拿将军 将军到底有没有事 没有 妙妙 没事 夫人 皇上没有缉拿将军 只是这几日将军出不了城而已 那何事让你如此困扰 嫂嫂 事有一事我劝不动将军 还有你劝不动将军的事 秋元 没事 你告诉我 我替你想法子 皇上 朝中一直与大哥敌对的刘大人 私下找到将军 告知皇上准备缉拿他定罪 让他以八王爷之名造反 造反 我怕大哥被他人利用 不让他再去见刘大人同伙 可大哥怎么都不听我的 他想保护嫂嫂你 也想查出八王死因 大哥很坚决 不让我插手这件事 此事 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 皇上尚未动瑞王府 况且大哥也好好的 还未有危险 秋元 你替我带封信回去 好 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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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吧 放好吧 好 好 放箱 好 好 月儿 她 让我收你了 出将军 快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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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劳刘大人 来人 将军请看 这是当时管理国库民部尚书的手下偷偷保存了两本 一本呈给了当今皇上 另外一本是真实记录了民部与当今皇上的勾结 不光是从国库 还从军想 军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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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场立刻答应了 倒是让我怀疑 等几日 我有法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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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有何事啊 英族的天灯笼 这是中原的不死鸟 果然是同一种 不死鸟 麻烦你 再让若南娘子打听一下 看京城有谁在种植此物 好 你还有何事 嫂嫂有东西转交给大哥 夫君 我已听修远说你欲做之事 请别责怪他 是我逼问的 如为巴王 你已查数年定有其他法子 不能急在一室 如为锦儿我与瑞王府 万万不能 将军精忠报国 因此事落得叛国名声 我与瑞王府上下 怎能好好继续活着 如将军愿意 请将这平安寇 亲自还回我手里 如将军出事 我必与孩儿共赴皇权 生为同事情 死为同学朕 大哥 是我主动告诉嫂嫂的 不要埋怨他 秀兰 你可知这平安寇 是何人之物 我的姑母 你的母亲 赠予我时 你还在姑母肚中 姑母说 大丈夫人心天下 除了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还要变得更有力量 拿起手中的利刃 护佑那些弱小 备受欺辱的人 她让我将此物 送给我心爱之人 保护她 如今 竟然将她归还于我 她是想让我 再亲自给她送去 若是我出事 将与我同生共死 大哥 嫂嫂是在担心你 她是在提醒我 我如今所作之事 与你们期待不同 失去我该有的使命 既然你之 为何不停手 秀兰 我告诉过你 我自有打算 你的打算是什么 为何不说 大哥 你现在做的一切 我都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 就等所有事情都结束 那嫂嫂呢 你连嫂嫂都不解释了吗 她每天惦记担心家人 你如今所作之事 声称是为她考虑 但其实是在害她 她是你夫人啊 萧嫣 若我是你 我绝不会让我夫人受 半点委屈和痛苦 她是你夫人 我去见她 府外监视监视的人 我帮你引开 她是你夫人 她是哪 不好 她 importance 这么小才 有件事情倒是很奇怪 宫中采购停了 说是要暂缓 按你说 我们当时费那么大劲儿争 有啥用啊 可有人去找麻烦 这个你放心 这布装上下呢 我都交代过了 这布装 是我南哥一人所有 你早把生意卖给了我 可千万不要提起我的事情 怕是牵连到你吗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南哥混迹江湖多年 哪那么容易上别人道啊 来 吃点桂花糕 这是秀宴送的 等此事结束之后 我定好好安排你们 成婚之事 希望此事能快点结束 你也早日见到娘亲 你夫君来了 我就不打扰了 我去给你们泡河好茶 清儿 如皇上真要抓你 我们便逃 此事牵连众夺 切不可鲁莽行事 难道你现在的行为 还不够鲁莽吗 夫君 这刘大人原本与你是对家 现在反倒拉你入火 这绝对有问题 京儿 此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自有打算 所有人都会没事的 你要我相信你 你要我等你把这件事情解决 我可以等你 但你如今行为 以后我认识的楚兄明 大相径庭 难道夫君 有什么把柄落到了 刘大人手里吗 刘大人未必我 我相信你 再等我几日 好吗 楚兄明 你当真要遭凡吗 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 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好好活着 我承诺过你 定要救你娘亲和瑞王府 你确实承诺过我 但事情不是这样做的 夫婿 算我求你了 你不要去做此事 就算是为了我 为了肚中的孩子 为了修与 为了所有人 好好活下去 锦儿 我不会有事的 你好待在这儿就可以 若你今日要走 我立刻向皇上请罪 锦儿 你不要再胡闹了 是你在胡闹 是你把造反当儿戏 在这儿好好待着 哪儿也不许去 我立刻就要进城 楚救命 你开门 快点开门 楚救命你开门 楚救命 你难道忘了吧 我什么锁都可以开 你还能关得住我 楚救命 锦儿 我会解决好所有的事情 再过几日 夫君必来赔罪 什么夫君 我现在就写凶书 我现在就要凶了你 你给我开门 楚救命你给我开门 怎么了你们 楚男姐姐 你快给我开门 我要出去 楚男娘子 请您一定要帮我守号锦儿 别让她出这个村楼 日后 我楚救命必有重心 楚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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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儿 锦儿 你别去动 来 怎么了跟我说说 怎么一会儿功夫 你们就吵起来了 要出大事 楚男姐姐 你要带我进城 锦儿 现在官兵到处都在找你 你还怀着身孕 要不要命了 我要去阻止楚救命 不然他会陷入危险 他堂堂一个大将军 岂需要你保护我 我 锦儿 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 眼下最重要的 便是你的安全 如果你出事了 我们所有人心思 都会白费 你好好想一想 好不好 好 可是他 行了 别可是了 我知道你委屈 你放心 今晚我陪着你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在 走 咱们去休息吧 慢点儿 他先好想要你 他这一切 我都在乱的地方 我会不会和你 是什么事 我会得到我 看你 那些人 你都在乱的地方 我会否判我 我会不会和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